你好 欢迎收看9月1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卢宇慧 行政院长苏贞昌特别到花莲来看灾 首先前往花莲市慈禧医院 随后赶到东里车站了解受损的情形 也前往了玉里荣民医院慈禧医院探视 症灾受伤民众 苏贞昌表示大家一起帮忙 有意见就沟通利害与共 行政院长苏贞昌在视察东里车站时 代表蔡英文总统表达关心 并且感谢国军警销医护以及县政府团队 在第一时间进行抢救工作 将灾害减到最小 一共专业技师整个盘查评量 有一些还要就后续相关的状况了解等 都希望最快的时间 我们一定要尽快把它整个做好 不但要做好而且因为跨东地区比较多地震 地震的情况好像有这样的严重 所以相关的耐震强度也都希望不强 我们全力支持地方也会尽快由相关的团队来给予 不论是技术上或者各种方面的需要上 我们尽量要做到最快做到最好 环林县长徐政卫以及立委傅昌吉对于这一次的地震灾损 中央能给予最大的协助 大家知道塑布兰西的河面非常的宽 所以也是我们居民重要的这个交通 日常的交通的这个动线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请院长 能够立即第一个拆掉拆除重建 因为这个跟铁路一样 铁路它要花一个月 可是拆除重建这个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 尤其是我们现在河川治理县又改变了 所以它的桥厂要再加长 我们现在是用以每一站内火车的这个游览车在走 每一站都停 其实花很长的时间 所以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这个方式 可能直达车 多几班的直达车 这个花莲到玉里花莲到光复 因为这些的上班族 其实它又有时间上的压力 这个部分也请这个我们部长您纳入考量 刚刚院长过来的时候 在封锁的玉里大桥 玉里大桥固然今年六月已经核定要重建 那现在就是那个变桥的部分 肯定要尽快来进行 因为现在这个伸缩峰隆起 而且那是菲律宾板块和欧雅板块 交接点就是玉里大桥 所以那个地方这次是地震非常严重的地点 所以未来那里的行车都此行调查 所以原本那就是老旧 而且围桥本来就要改建 因为经过这次的震灾 可能要尽快的尽快的把这条动脉 我们要先做好变桥之后 再把这个主桥要把它拆掉 对于行程的一变再变 苏贞昌表示这是作业上的疏失 非常抱歉应该要改进 他也重申对于救灾一定要中央地方合作 中央会支持所需经费 尽快做好相关的复员以及建设的工作 记者综合报道